朋友大家好 我是豪杰训练中心周主任 我今天的主题是 豪杰引导学生进入腾校顶尖私立大学 凭借个人能力获得高额奖学金的密码是什么 前面两周我们强调豪杰的学生 进入腾校和顶尖私立大学 除了成绩课外活动义工以外 学生必须具备两大重点关键项目 第一核心价值 强大的写作沟通领导能力 Strong writing, communication skills and leadership manner 讲到这里家长会问 主任从哪里看到我的孩子 拥有强大的核心价值和人文素养 答案是从学生开始推销自己和这些腾校 顶尖私立大学做交易 make a deal的过程中 透过论文,access,面试,interview,书信往来,correspondence,电邮,email等等不同的沟通和交流 让大学考官见识到自己的能力 智慧,深度,谈吐,应对,气质,教养 这所有的一切孩子都是在云淡风轻之中 让大学考官在孩子身上找到强大的核心价值和人文素养 各位家长,请把培养孩子的目光和目标放长远 孩子进入大学以后面对校园内严厉的学习和挑战 不会惧怕,能够如鱼得水地享受大学生活 他往后的人生成为赢家的几率非常大 至于如何培养你的孩子拥有核心价值,covalu和人文素养 humanist quality,所谓高贵的品质 答案就在您孩子的身上和豪杰专业的训练课程中 豪杰从2014年8月20号正式对外招生开始 独家做到第一,主攻引导学生申请藤校顶尖私立大学 凭借个人能力获得高额奖学金 第二,我们只开五门课程如下 豪杰是洛杉矶的补教界中 唯一不补习,只开五门课程的训练中心 Training Center 家长一定要从孩子的身上 发掘能够进入这些藤校顶尖私立大学的条件和项目 Holistic Items 全面性整体的项目 不要听信外面没有逻辑性的声音 藤校要找什么样的学生? 我们机构帮您的孩子做出来 各位家长,您的孩子能够进入什么大学? 一定要凭借自己处理周边人事物的能力 Abilities 智慧 Intelligence 深度 Deepness 来为自己争取录取通知书和高额奖学金 是发自孩子内心强大的驱动力 而不是任何补习班升学机构来帮助您的孩子包装 坐假走捷径的方式进入这些藤校和顶尖的私立大学 否则孩子进入这些顶尖私立大学以后呢 他无法面对校园内严厉的学习和挑战 扛不住会崩溃的 各位家长,今天我们在此对于豪杰学生申请藤校和顶尖私立大学 凭借个人能力获得高额奖学金的密码已经解码 下周呢,我们的主题是 为什么藤校和顶尖私立大学 在征选新生的过程中 这么看重学生的核心价值和人文素养 胜过成绩和课外活动 感谢您的浏览 敬祝大家幸福、健康、快乐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